作为父亲 我喜欢看你在法庭上 指点江山的样子 你的每一次胜诉 都让我感到自豪 难怪我每次出庭辩护的时候 您总是特别地关注 抽烟的有烟饮 喝酒的有酒饮 我有爱看儿子打官司的饮 那我让您这辈子呀 过足饮 永远也不让您见了 您是 您好 我是您的律师安建 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一直在等你 请进 请坐吧 姚小姐 有一些问题我需要问您 希望您如实回答 你问吧 你和马老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这 这跟打这场关系有关系吗 当然有 虽然你是马太龙的外甥女 是法定的唯一继承人 但是如果到了法庭上 对方律师 以你和马太龙关系长期不合 从而导致继承权 转让给刘青青 到时候我们将会非常被动 而且他们手上 还有您舅舅亲笔写下的遗书 照你这么说 是输定了 那倒不一定 我只是想了解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回来看过他 而且 也没有接他去美国住的意思 这 这又有什么关系 意思很明确 你和马太龙关系不合 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 天天为生计而奔波 别说买机票回来 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后来稍稍稳定一点 我也想回来的 可是我舅舅说 等事业有了基础再说 我也想 接我舅舅去美国住 可他担心生活一直不方便 也就没有答应 安律师 你问这些 对官司有用吗 当然有 到了法庭上 对方律师也会问你 同样的问题 我只是想跟你提个心 我不希望对方抓到那些 微不足道的把柄 不过有你刚才的解释 我就放心了 那个臭女人是怎么让我舅舅 写下的那份遗嘱 都快让我气死了 姚女士 这些问题我会帮你解决 帮我当事人拿回 她本来属于她的东西 是我的责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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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吗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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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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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自己从院里跑出来了 医生知道吗 孩子 我不放心你和亲亲 妈 现在不是你放不放心我们两个 是我们两个最担心就是你 我这个病 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好的 住在医院里也是白费钱 倒不如回到家里 看到你们俩心里踏实 孩子 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啊 你别骗我了 这里面说的爆炸的事 是不是和你妹妹有关呢 你妹妹到底是怎么了 老伯伯 这把伞您拿去打吧 好心人 谢谢你了 不用谢 我那有车呢 我也该收摊了 这款橄榄就送给你 它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对不起 你等会儿啊 马太龙的遗产案 马太龙的遗产案即将开庭 这场看似极其普通的遗产案 对安健来说 确实没有什么离奇 可当他面对即将对簿公堂的刘青青 安健的心里 总有意思说不出来的感受 他原本仅仅是打算来接萧蕊的 却鬼使神差的 将这对于青青而言 一味重大的橄榄 带到了他的身边 爸爸的突然失踪 让已经不知所措的刘青青感到恐慌 这接种而来的爆炸 再次让他承受了巨大的打击 命运将他一下子推入了深渊 你怎么变成这样 孩子 妈 你别这样妈 我没事真的 爸爸 妈 爸爸回来了 爸爸 爸爸 是不是爸爸回来了 妈 我 我 我闻到橄榄味道了 我 我是闻到橄榄味道了 哥 是爸爸回来了吗 有 有橄榄 有橄榄 哥 这橄榄肯定是爸爸送的 爸爸在哪儿啊 爸爸来过 这橄榄是爸爸送的 爸爸肯定是来过了 对于青青青来说 橄榄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就是爸爸的味道 就是爸爸的味道 一个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安静 我相信你会成功吗 我能有今天 全靠你和爸爸的关爱和知识 不许你这样说 你不知道 从小你就是我的守护神吗 错 应该是从小到老 都是你的守护神 马太龙到底是在爆炸中身亡 还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出事 检验报告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 基于这一点 目前我们的工作方向到底是什么 老一啊 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认为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马太龙和刘青青的真正关系 也就是说 不管马太龙在爆炸中是否死亡 而刘青青 会不会在里边扮演个什么角色 你是怀疑刘青青和马太龙之间 有不同一般的关系 是的 根据马太龙的邻居反应 刘青青和马太龙最近的联系比较密切 马太龙家爆炸 刘亦菲的女儿和儿子跑上去干什么 说不定这马太龙跟刘青青有什么默契 他们之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您是说 马太龙和刘亦菲联手 想独吞那批东西 刘亦菲不方便出山 安排了刘亦菲的女儿青青和刘汉前往马太龙处 结果赶上咱们碰去了定邦 然后他们三个人联手把定邦给废了 刘亦菲的女儿刘亦菲的女儿刘青青被炸瞎了双眼 我肖镇雄在这个道上干了这么多年 还没听说让几个老不死的和几个毛豆小子给玩的 如果爆炸案是刘青青所为 那她为什么又要自导死地呢 这个有几种可能 第一 刘青青是想用苦肉剂摆脱别人对她的嫌疑 第二 刘青青是受人利用 第三 刘青青如果到现场纯属意外的话 那她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很有道理 这个案子就从刘青青的身上找到突破口 爸 爸 爸 你在哪儿啊 青青 过来 我在这儿 青青 过来 我在这儿 青青 青青 过来 我在这儿 青青 过来啊 青青 过来 爸我在这儿等你 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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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青青 你醒醒 青青青 青青 你醒醒 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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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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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医生说你不能哭你知道吗 请你不哭不哭 乖乖不哭 不哭啊 哥哥在 别哭 爸 你怎么也来了 我问你呢 你怎么也来了 我是来看我朋友的 就是那个被炸双眼的刘青青 什么 他是你朋友 你别逮着谁 谁都是你朋友啊 爸 咱们俩这职业啊 它本质上可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呢 是先做朋友后交心 可您呢 首先怀疑一切 看谁都像个犯罪嫌疑人 你这什么话 爸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呀 咱们俩的目的 它是一致的不是 都是为了挖出失日的真相不是 走 爸 爸 爸 你让我开 爸 你给我站住 我的执行公务呢 你要是闯进去 我说你防爱公务 回去 爸 你就是 刘涵 亲情好些了吗 你就是阿春面馆的老板 对 我就是阿春 正好 有事跟你了解一下 什么事啊 前天晚上 就是12月25号晚上 是你让刘亲亲戚跟马太龙送快餐的吗 对啊 你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我等会儿 这事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别急 这是正常的了解 请你把那天的情况回忆一下好吗 那天应该是晚上八点钟 喂 你好 阿春面馆 老伯伯啊 好 等一下啊 有点青菜 和牛肉拉面 还有别的吗 那好 好 我马上派人送过去啊 嗯 再见 你怎么知道 当时是晚上八点呢 当然知道 怕耽误别人的时间 每个客人的订餐时间 我都会记下来的 马太龙在你那儿订餐 是不是都让刘亲亲去送啊 嗯 那倒不一定 只是亲亲跟马先生比较熟 所以一般马先生的餐 都是亲亲去送的 阿春姐 我去吧 你别去了那么晚了 我正好给我妈送饭 顺路呢 那也好 你自己当心点 那马太龙和刘亲亲是很熟了 他们以前不熟 因为马太龙和我爸爸是老朋友 亲亲去找他 是想从他那儿了解更多我爸爸的情况 刘海 我也想跟你谈一谈马太龙爆炸现场的情况 你是第二个冲到现场的人 当时里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当时就是听到了一声巨响 然后我马上想到我妹妹 因为我妹妹去给马太龙送快餐 离开我还不到两分钟 就发生爆炸了 马上回来小心点啊 知道了 我冲进马太龙家 我发现我妹妹就被炸倒在地上 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往外跑 我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把她送到医院 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 我想问你 你当时冲进去的时候 看见你的妹妹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或者看到房中的马太龙呢 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那时候满眼就只有我妹妹 你知道在爆炸现场 有一样东西是直接关系到你妹妹刘亲亲的吗 什么东西 马太龙在临死前他留下了一份遗书 他把他死后的财产的支配权全部交给刘亲亲了 那马太龙和我们家非亲非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这件事要问我的当事人刘亲亲 不是 是不是你们搞错了呀 哥 哥在这儿 亲亲你醒啊 刘亲亲 二十姐 刘亲亲你醒啊 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吗 大叔他刚起来 你让他休息会儿行不行啊 这个事跟爆炸案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必须问他 你配合一下 亲亲 你是谁啊 妹妹他是警察 你有什么问题你问吧 不如妹妹你再休息会儿 你甭理他们 哥 啊 哥在 我也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放心啊 刘海 你们俩先回避一下 不是 我妹妹在这儿 我干嘛要回避 我应该陪着她呀 哥 没事的啊 刘海 咱们先回避一下 刘海 刘海 你自己在这儿行吗 行 那你有事叫我 哥在门口 嗯 刘亲亲 你详细地谈谈 在爆炸之前 在马太龙家 你看见了什么 以前我每次去马伯伯家 只要我叫一声马伯伯 他就会出来 可是那天 门是开着的 我叫他也没有人意 所以我就推门进去 马伯伯 我叫他 事情就是这么突如其来 我都不知道 据我们了解 你和马太龙之间 不完全是送餐的关系 你们的关系很密切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密切 我想啊 是那个老头 把他当自己女儿看待了 是不是 清清 这关你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溜进来的 很简单 这段时间一来 马包包都是陪着我找父亲 不辞辛苦 对于我来说 他就跟父亲一样重要 你知道自己 是马太龙遗产的继承人吗 瞧您这话问的 这报纸他都登出来了 这全是人民都知道了 清清还会不知道啊 什么 我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你是马太龙遗产 唯一的继承人 不可能 你是感觉到惊讶呢 还是在你意料之中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前几天 马伯伯就跟我说过 希望我做他的遗产继承人 可我没有答应他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了 就意味着 有一个人将永远离开我 马伯伯 你看 这夕阳多漂亮啊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呢 清清 如果哪天我突然走了 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天堂了 马伯伯 不会的 您别这么说 喂 傻孩子 说不说啊 人都会有这一天的 真到了那天 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您别说了 我不喜欢听这些 好好好 我只是希望你啊 做我的遗产继承人 答应我啊 我不希望这样 我不希望马伯伯离开我 我不希望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重情义的女孩 只有这样的女孩 才会这么想这么做的 那么现在你打算 怎么处理这份遗产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蕾啊 明天你以我的名义 给丁邦他们家回去一笔钱 就说丁邦去执行特别任务 暂时回不来 也无法联系 如果他们家里有困难 可以随时来找我 丁邦也跟了我们十多年了 你还得到马太龙家属那儿 这戏还得演下去啊 马太龙了 马太龙 我是让我抓住 看我怎么弄死你 哎 小剑 好像那天 好像那天 你也到了爆炸现场的附近啊 对 当时我正好和萧蕊 在那散步 当时的距离 离马太龙家 大概不到一百米吧 哎 你怎么跑到马太龙家 那条马路上去了 那不是什么繁华地方啊 哎哟喂 老爸 您真是个没情绪的人 他们俩啊 现在正在热恋中 能在光天画上追下溜达吗 去去去 干你的正经事 我们俩说话 别惨了 是啊 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 会遇到那种意外 嗯 是啊 要知道这个意外 直接关系到你的这个案子 我想 第一个冲进现场的人 绝不是刘涵 而是你 哎 你怎么那么多话 有你什么事呢 哎呀老爸 您说这话可又不对了啊 如果我当时出现在现场的话 可能今天这个局面 那就截然不同了 一套说的也有道理 当时我要知道 我现在这个案子的麻烦 就出在现场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一点点线索 当时你没进去 你确实能保证 在我们进去之前 没太多的人去光顾个爆炸的现场吗 这个我应该能够确定 当时除了刘涵跑进去 把清醒爆出来之外 在我和笑蕊离开以前 应该没有什么 闲杂人等在进去过 我说你呀 平时看起来挺机灵的 怎么这一遇到突发事件 你总跟在别人拼个后头 你呀 还不是人家笑蕊反应机制呢 要是我在呀 哎 那第二个冲进去的人 肯定是我 头刀见闻如果被我抢到 我绝对能在一夜之间成名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你还觉得缴获得不够啊 好好好 我走 我呀 去清醒那儿找新闻去 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你眼睛瞪得那么大 我的手都在抖 哥 我马上就能看到你们了对吧 对 护士小姐 对吧 是啊 不过待会儿纱布拿下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眼睛慢慢睁开 让眼睛对光线有个适应的过程 好 以免伤到眼睛 嗯 我能睁开了 大夫 她现在可以睁开了吗 快点 慢慢的 好 哥 哥子 我看见你了 好 刘清清 我必须认真地告诉你 你的眼睛只是暂时性恢复 你一定要记住我 千万不要过于激动 这样呢 会刺激你眼部神经 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 医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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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清清 不是 别断绕了 哎 看什么呢 哎呦 哎呦 干醒醒啊 看美丽也看够了吧 小蕊 你吓死我了 这本来吧 我还要请你吃顿饭 得 你这么一下 我不喝 你少跟我平嘴 我吗 你这个人哪 居心叵测 打着采访的旗号 看上人家了吧 想你这话说 我一说 我们俩呀 这叫一见钟情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在我的适应和爱情上 获得双丰收 你这个人哪 真够大眼不惨的 谁大眼不惨啊 你怎么老死的老同学啊 慢着点 我没事 李阿盛姐 回来了 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的 你看 没什么大事了 注意休息就行 我看看 嗯 脸色好多了 阿盛姐 这几天真是谢谢你了 你看你要照顾我 还要照顾我妈 还有店里这么多事啊呢 傻丫头 跟我还说什么客气话呢 对了 你出事的第二天啊 有一封信寄到店里 我给你带过来了 你慢慢看 我先进去了 清清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马伯伯可能已经离开你了 很多年了 我一直强忍着身心两方面痛苦的折磨 现在 我想彻底解脱了 清清 我曾经对你说过 我要把我有限的遗产 赠送给你 现在 我在遗嘱中已经做好了安排 我做的这件事与你父亲有关 也与你有关 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将来有一天 你会明白着 耐心的等待吧 等待着你爸爸回来的那一天 绝不可掉以轻心 马太龙这招 绝对是训谋已久 一来他是怕我找他的麻烦 二来他是想一个人私吞这批古董 但是我怎么都觉得 还有一点最重要 那就是马太龙需要时间 他需要一个揭开宝藏秘密的时间 所以他制造事件 趁乱走人 您是说他的炸死 是为了要在所需要的时间内 秘密地找到进入宝藏的通道 既然马太龙刚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那咱们就把场面做得大大的 漂亮亮亮的 给足他时间 让他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放一放 不用管他 这就是欲擒故董的道理啊 我明白了先生 姚莉莉要为他的假舅舅送行 好啊 他既然敢玩金蝉脱鞘 那咱们就烧掉他的肉身 让他下半辈子 不能像个正经人那么活着 喂 局长吗 我一天呐 请节哀夫妻啊 一定要请先生为我做主 一定要 我坚信自己的推断 马太龙的死背后一定有一段故事 证据 目前还没有 不过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查出来 最重要的是 马太龙的尸体 绝不能火化啊 再五分钟 定邦就真的要化成灰 飞上天堂了 你就再相信我一次 我相信我的直觉 看在我是你的师父的份上 你就下个命令吧 尸体绝不能火化 那是直接的证据啊 我只要十五天时间 这个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 好 一前辈 你要干什么去啊 上医院 马太龙的尸体暂时不能火化 什么 一前辈 我们这里有消息 马太龙的追导会刚刚开过 他们早把遗体运到兵器馆了 什么 什么 搜 快看一下 快看一下 去殡仪馆 殡仪馆 殡仪馆 喂 怎么搞的 没有人接电话的 嗨 晚了 哪位是刘青青 你们是 我们是去人民法院的 马太龙的外甥女告你亲多遗产 这是法院传票 请您因时出庭 这马太龙太不是东西了 这死了还留下个遗嘱害人啊 清清啊 咱们不能上他的当 咱们也不要他的钱 现在哥哥就去法院 跟他们声明我们不要他的遗产 哥 你别去啊 怎么了 你还真想打这场官司啊 对 我不能违背马老先生的遗愿 我不能辜负他的真心 什么真心啊妹妹 他这是埋得害你的心啊 清清啊 你别天真了 你认识他才几天啊 他凭什么把这么多钱留给你啊 这可能是个圈套啊 哥 不是的 马老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 人心哥肚皮 清清 还是听你哥哥的 那马太龙明明知道自己有亲属 他要把遗产给你 这不明白的 让他外甥女回来找你麻烦嘛 妈 现在麻烦果然来了 你啊 还是别淌着浑水吧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马伯伯呢 如果他是坏人 爸爸也不会把他当成好朋友啊 再 清清啊你就别替他再辩解了 咱们就是不能要这不明不白的钱 更何况 你的眼睛就是他害的呀 我和马老先生都是被别人害的 可事实上 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送餐 你的眼睛才会被炸伤的呀 清清您放心 哥一定努力工作 让你和妈妈都过上好日子 行不行啊 清清 咱们离法庭这东西 悠悠的好不好 咱们一家人 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吧 妈 哥 我不是贪图这些钱 我真的不是贪图这些钱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这场官司啊 你给个理由啊 你跟妈说 我就是不想违背马老先生的遗愿 我要还我一个清白 清白 咱们不要他的钱 你不就清白了吗 遗愿 什么遗愿啊 妹妹 我和妈妈两个人对你的请求 还比不过一个死了的人吗 反正这官司我一定得打 我一定得打 不是 妈 你看 不是 妈 你看 我真的是不能输了这场关系 清清 你别着急 我的铁哥们安健啊 那是最好的律师 我请他出马 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安健 你不知道安健 他可是律师界的明星啊 他还是咱们是著名的凯德贸易公司的常年律师呢 凯德公司 是肖振雄的那个凯德公司吗 对啊 就是那家凯德公司 安健这种出名的律师啊 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请得动的 不过 我出马请的 那一定没问题 要真能请到安律师 那当然好了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我现在就要找他 那我等你消息 谢谢 你跟我说什么 我请你做清清的辩护律师 你去告诉我 你是告清清那个女人的律师 咱俩可是最铁的哥们 你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是吗 不吃 安健 你呀 是不认识清清 你要认识清清的话呀 你绝对不会再这么执迷不悟的 比起你的一见钟情来啊 可能 我要比你更了解他一些 我很清楚 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自己要干什么 安健 我一掏 敢以我的人格来担保 刘清清 绝对不会蓄意气侵吞别人的遗产 更不会是爆炸案的制造者 说话是讲证据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没做过那样的事 他不是那样的人 安健 你别给我摆什么律师架子啊 证据 什么是证据 我不需要证据 刘清清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据 一掏 他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天使 和我将要跟他上法庭是两码子事 至于是不是污蔑 我会对法官讲 用不着你在这操心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安健 咱俩可是好朋友 得 你狠